亲爱的弟兄 我是志诚 在这集录音中 我想来跟你聊一聊 什么是混乱 过去这一年多来 疫情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那好多好多的事都变得跟以往不同了 不管是房价股价 还是菜价 还是很多很多的事情 似乎都脱离了我们的掌控 然后我们都必须要重新的去适应 那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的话 我猜应该很多人会选这个字 就是乱 那恰好在我们奇迹课程证文里面 非常著名的有一节 23章的第二节 它就叫混乱的法则 那它之所以著名 大概第一个是它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重要性大概可以排进证文的前三名 但它又非常非常的难 这个难呢可能可以排进前两名 就是连要读懂都很不容易 那你看它这节呢 在证文里面这么重要 它是专门谈混乱的 那当然我们也借机安利大家去读一读 好好的读一读 这个证文里面很重要的一节 那同样的呢 在我们的网站或者公众号里面 你都可以找到 就是课文讲解 然后你还可以在我们的网站里面找到 我之前写的一篇文章 那专门给你整理了这一节的 这个概要 那很有意思的是啊 就是在这节混乱的法则里面呢 它细细地谈了 有五条小五的法则 那这个言下之意就是呢 即便呢 小我呢 运用了他的法则 他试图去创造一些法则出来 然后借着这些法则呢 试图去在这个世界建立他的秩序 但小我的世界呢 他永远都是混乱的 这个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不管再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 那怎么不是混乱呢 即便这个世界 他都没有这些天灾人祸 就最近很多 那但是小我世界呢 里面总是有很多分裂的个体 这就是小我看待世界的方式 也是他看待你我的方式 那你会看到每一个个体的想法 观念 价值观 等等 偏好都不同 那在小我眼中 我们也只是一个个体 那我们的外面还有千千万万的个体 当然不可能要别人都按照我们的想法 按我们的构想 然后去在这个世界建立秩序 因为总会有一些人 总会有相当多的人 跟我们的想法不同 那所以这个世界 它肯定是混乱吧 那可以看到 至少从两千多年以前 人类就一直在幻想着 所谓的乌托邦 就是怎么样去建成一个大同世界 那果然它就是乌托邦 所以从来也没有实现过 甚至连接近实现都没有 因为这个乌托邦 这三个字其实很有意思 它既是音译 然后也是意译 它是从英文的Utopia翻译过来的 那这个Utopia 如果你把这个 把它这个英文的字根拆开来看的话 意思就是不存在的地方 那可以说就是一个乌有之相 叫乌托邦 那不管是像西方的柏拉图 或者像东方的孔子老子 或者西方比较晚近的一些政治哲学家 比如说多马斯摩尔 那他们都提出了很多很多的想法 那关于怎么样去建成一个乌托邦 理想中的世界 但这样的世界从未实现 当然他们理想中的世界 一定有一个理想中的秩序 混乱绝对不可能是乌托邦 那这个柏拉图 大家知道他有写一本 很重要的著作叫《理想国》 那么在《理想国》里面 他其实探讨了很多很多的一些 哲学议题 那不过他确实有一篇 就是专门在谈 他理想中的这个世界是怎么样子的 不过如果你真的实际去看一看 你可能会发现跟你以为的相去甚远 你可能会很疑惑 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 怎么会是一个理想国 不过那是他想象中的 他理想中的那个理想国 那孔子我们就比较熟悉了 就不用说了 在论语里面有很多 那老子呢 他其实也有他的这个理想世界 就是那篇著名的《小国寡民》嘛 而且这个老子的理想世界呢 好像还有点这个个人主义的色彩 因为他说这个《小国寡民》呢 最好是居民之间老死不想往来 跟现在世界啊 这个邻居之间互相不认识 然后独居的人越来越多 感觉很像 那总之呢 这个2000多年来的这些个 理想世界的想法 从来就没有实现过 那甚至啊 刚好相反啊 就是你去 如果去考察一下人类历史 特别是差不多是100年前 然后到这个20世纪上半叶的 这么一个人类历史的话 那你去看一看 东方西方一些比较主要的国家 那如果说 你硬去推行一套自以为是 然后从理论上看起来 相当完美的计划 社会改造的计划 而且呢 你强硬的去拒绝弹性 那么无一地外的 都是一场灾难 那人类其实也学到了 非常深刻的教训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现在啊 就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 其实基本上都不太流行 这个主义或者那个主义 特别是跟社会改造有关的 叉叉主义 那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 其实现在也没有什么国家 它的政治 它的社会是纯粹靠着这个主义 或那个主义 去建立一个秩序起来 也没有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人类其实 自古以来就一直努力的 在建立某种秩序 要让人类社会有某种秩序 即便是战争 战争应该是混乱的吧 战争呢也要讲究 这个有战争的秩序在 战争的规则在 但是不管怎么样 总是摆脱不了混乱 混乱随处可见 那不管是在人类社会 或者小到我们的个人的生活吧 那其实说到我们个人呢 有的时候看似 我们可以掌控 我们的人生 至少某部分吧 不过其实很多事情 你仔细去想一想 真的又都是机缘 其实也真的不是我们 能够去控制的 作为一个个体的话 是真的掌控不了什么 但是在小五的眼光之中 我们不管看自己 或者看别人 都是一个一个渺小的个体 那个体这么的渺小 跟脆弱也没有力量 其实也掌控不了什么 也不可能去建立什么秩序起来 那我们可以这样总结 就是说 混乱呢 其实就是小五的基因 为什么呢 因为冲突啊 就是小五的基因 小五是靠冲突起家旦 那就是跟上主冲突 这个就是分裂的本质 那然后 小五也需要 我们把自己也分裂吧 就是原本这个杀主之子 就是他的这个心灵 就分裂成碎片 那所以我们才会在这个世界 看到叙叙多多的个体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小五的基因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他所打造出来的这个世界 时不时的就会有这个冲突 时不时的就会有混乱 充满着混乱 那这个大概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即便我们再怎么努力的去 往外面去建立一个秩序起来 但是只要我们是 仍然在小五的眼光之中 那这个世界 它就不可避免了 会是混乱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人类思想史上面的一些 最重要的学说 那往往都会有怎么去建立一个理想世界 有秩序的世界 他们这么一个理论跟方法 比如说刚刚看到的孔子孟子 或者是老子 普拉图一样的西方的很多的政治哲学家 他们其实都有很多这方面的学说跟理论 那直到今天可能在一些大学的 哲学系啊 社会系啊 政治系啊 你都还要去学习 但你可以看到 在奇迹课程这么厚的一本书里面 他完全没有谈到 就是他理想的一个社会 理想的一个世界应该是怎么样的 理想的国家应该怎么样 完全没有 那因为奇迹课程 他很明白 就是这方面的努力啊 他永远会是徒劳无功的 就这个世界的本质 他一定是混乱 那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并不是我们真正的家嘛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谈到的主题 跟你聊一聊什么是混乱 那也希望刚才的分享能够给你对奇迹课的学习呢 带来一些帮助 好 那下个月 就是9月初呢 我们新一期的这个线上工作坊 这个奇迹训练营 那我们要具体来教大家怎么去穿越修行过程中的低谷 那其实修行的过程呢 会碰到 你会碰到一个一个的低谷啦 当然你也会登上一座一座 一座比一座更高的这个山峰 这是修行的具体过程 那我会由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 然后来具体的教会大家 怎么样真正的来应对这个低谷期 然后把我们内在的这个穿越低谷的痛苦呢 尽量可以把它减少到最少 然后同时能够去避开小我让我们去走的一些弯路 或者掉进去一些陷阱 可以把这些东西给避开 那面对低谷呢 这个是我们都需要去面对的 那它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 那也很欢迎你一起来参与我们的工作班 一起来学习 一起成长